好來我們來看看一直現在陷入死熊走不去也不是辦法 下間房間如果有破壞物體的器具的話 乾脆把震動物質大卸8塊好了 不過剛才那些實在太消耗體力了 得找個安全的角落休息一下再行動 來我先來這 女孩子 是誰 嗨 你好請問你是 我我叫做艾力克我不然就把他打成0了 我第一次遇到帶著貓耳穿帶物的少年挺可愛的 開個屁啊少貓耳穿帶物 這是真的耳朵老子是獸人 啊 我第一次看到獸人對我來說真心情 你是貓咪獸人嗎 我在書本上看過聽說獸人有分很多型態分很多族 你們族叫什麼 住的地方也有很多跟你一樣的獸人嗎 貓咪獸人是不是跟貓咪一樣是夜行性啊 喜歡睡覺嗎 喜歡木天鳥嗎 會用舌頭吃屋裡毛髮嗎 會吃貓罐頭嗎 我記得有個地方能拿到 要不要吃啊 他的眼睛在發光欸 我剛剛看到那個陰雪的眼睛中心在發亮欸 他知道我多喜歡貓啊 慢 慢 慢著 那麼多問題 說實話這些問題都很無關緊要 我有更不過去更大的問題想要問啊 而且最後問題到底是太小了 啊 我似乎太激動了抱歉 我也真是自顧自的真丟臉啊我 你沒有考慮要去摸一下他的耳朵嗎 但你一點喬嘴 雖然你我可能還有很多問題 先休息一下吧 還有一件事忘了說 我叫陰雪 這傢伙就是這房間的屋主嗎 不能說這傢伙 跟人好好說話又更有禮貌點 不只是對我 對其他長輩其他人也是 呃呃呃好 抱歉那個陰雪是屋主嗎 對這樣很有禮貌很棒喔 哎呦是的這空間的指紋是我沒錯 那就是你這混蛋瓜 我把他拐過來 哈哈哈哈哈哈 才剛說了好好講話 你這樣不行喔 然後你就直接一巴掌 直接被他拿下去 但對不起嘛 但我會出現的這是你的節奏嗎 是但也不是 你是被這空間吸引來的 簡單的說就是這樣 蛤聽了不是很懂 所以跟你沒關係是吧 吸引你來這根本不是我造成的 喔那這樣我就懂了啦 抱歉對你殺氣 那就這樣吧 沒事 接著我該說什麼好呢 想問這裡是 在正式文化之前 請容許我問一個我最想知道的問題 喔好好啊 要問什麼 你 可惜 可是我貓耳都憑人養起來 是怎麼抓的呢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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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陰雪的眼睛 曬伊絲的閃閃發亮 呵呵 我真的會笑笑喔 蛤 這又是什麼時候的問題 就 我想說你的爪子那麼鋒利 很好奇平常怎麼清理的嘛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但好像 现在不是适合讲这种话的时候 他铁定是个猫奴 这样 就这样 没什么特别的满意了吧 不行 好可爱好可爱 别乱我耳朵放开我 你这家伙 刚才有点 你自己越觉得我们回来正题吧 还教导别人要有礼貌 结果自己 苦啊这家伙 送你回去 回到那时候就能回到所在地 简单的说就是这样 再走一遍刚才路 真的假的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出去的话要重置 真假的 你已经说第二次了 看起来不是挺惊讶 所以就是 就是这句话是领口头惨的 虽然很想反驳些什么 但是似乎是那样啦 这里发的时候太过匪夷所思了 只要能成功出去了 就当一切都是梦吧 在梦里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 那天有什么事要做吗 没有特别要做啥 问问而已 我们来看看猫奴 银雪会怎么面对 这个兽人 埃迪克呢 这小猫咪呢 恭喜你 你离出口就只剩最后一段路了 得开你身后的门 就能回到一开始的花园 你怎么在这 这种事重要吗 只要想着可以回到家不是很好吗 我问你 你是不是 这里如日上一直偷偷跟着我 眼睛眨得好可爱喔 原来被你发现啦 我以为我藏得很隐秘了 你是怎么发现的 好奇 味道 一直都有玫瑰花的香味 就算离开你的房间后 也一直有闻到花香 明明其他地方是没有玫瑰花的 早些时候的房间 是没有那些香味的 我就在想 你是不是偷偷的 在我看不到的地方观察我 他眼睛一直啊 好可爱喔 哎 你到底说了什么 不要 哇 小色猫 你是摸他哪里啊 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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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为什么你是猫叫声啊 慢着 这触感 原来那时候就是你打我的 还不是你在偷讲我坏话啊 那时候 哪一段啊 我拿这人在旁边偷摔 如果这人在旁边偷摔 我怎么可能说啊 这两个逗兵是怎样 对不起 其实觉得很难为止 不小心就打下去了 这是哪一段啊 刚才是就先算了 回来谈要事吧 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你看过 我故意放在你毕竟之上 所有日记感想如何 问我日记的感想 等一下到底是哪一段 他有被打 我不知道耶 你到底算什么生物啊 会死又会活 不是正常人吧 不对 应该要问 用什么方法可以延续生命 看不出来 小猫迷你推死而不生 这类事很有兴趣呢 无妨告诉你吧 你会害怕幽灵对吧 哪有 我才不怕呢 呃 真的 你不会是 不是 不过你会害怕是因为 他们是未知的生物 也可能对你的生命 造成伤害是吧 我就说我不怕了 还有 人本来就对 不知道杀底细的东西 会感到恐惧很正常啊 而我也是差不多的东西 是一种名叫画世界的人的 可能连生物都算不上的非生物 哦 他是画哦 我一直以为他是娃娃 前面那时候讲的不是想说是娃娃吗 他真的是画 那是什么 从来没听说过 一种在画中诞生 因为被施予了非常强烈的思念 导致世界与画中的世界产生了错误 而诞生了现实的一种非生物 因为缘由是他人极大思念的错误以外 跨世界的人会被赋予以死之人生前的记忆 人貌 因为这样 我一直觉得我是那个人 但我也深知 原来的我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死掉了 所以我既是死过 却又再次的成生 而且由于我的本体是画 只要画不被破坏 我连生命的重点都不会有 呃 我理性一下思路哈 嗯 诶 这样听起来好像没有多差啊 诶 可以享受无限长的寿命不好吗 什么事都能做 还不受生命的限制干扰 至少我是蛮羡慕的啦 但这并非我自愿的啊 有他吗 只管享受你的身生命不就好了 我一点都不觉得你的身份会有什么不好的啊 你是这样想的啊 挺意外的 毕竟你还那么年轻却爱想这种事啊 因为啊 受人的生命之后人类的三分之一 我当然会觉得能活的长寿点更好啊 原来是这样啊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很遗憾 诶 你也不用同行啦 毕竟我很早就被主人告知这事了 早有心理准备 只是还是很羡慕能活得很长的家伙啦 然后最讨厌就是白白浪费时间家伙了 哈哈哈哈 奇怪的家伙 刚才我那个话哪有什么好笑的啊 就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很有趣 而且我很常发呆 说不定我会是你讨厌的对象吧 小猫猫你讨厌我吗 诶 嗯 啊 普普通通啦 而且我们认识根本不久吧 那真可惜 因为我还挺喜欢你的 诶 等一下这里太快了吧 猫儿 他的眼睛发光 你刚刚有说什么吗 我刚刚也没看清楚啊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回归正式啦 你为什么要跟踪我 找人 非常迫切想要找那个人 然后经过这段时间观察你并不是我要找的人 这就是我偷偷跟着你行动的真相 你可以离开了 但也别进来这地方了 不用你说我也不想踏进这第二次 虽然莫名其妙 但我其实也没射手伤也没怎样 算了 当作是某种修订好了 你我都没事 那我就走了 拜 怎么了 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那不就代表 你还没找到人 你你在找人之前会继续让人像我一样体验那些恐怖的死亡陷阱 是啊 你别开玩笑了 你以为你这样治他生命 撒 哈哈哈哈 杀吧 臭死吧 噗嚓 再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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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都想看他们怎么说 从刚才对话 银血你应该能知道 我比你更加真心生命是吧 当然那我一瞬间想杀你一了白了 但是如果真的那么做 我也变得跟你一样恶劣的家伙了 我收尾前年我对你 我讨厌你这个不懂真心生命的家伙 所以银血他这样做到底是对海之后 我觉得真的 噢 噢 这谁的家 他的家里面有五尾熊耶 烦死了 再说一次试看看 好了好了妈妈 我说烦死了年纪到耳背了是不是 你 不能跟妈妈这样讲话 快快道歉啊 为什么我要道歉 明明你们给的零用钱不就是我的私有物吗 我要怎么话关妈妈什么事啊 你妈也是为你好吗 不想不是我们想念啊 不是照念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啦 爸你拐弯抹角的方式 噢心死了 啊被赏巴掌了 哼哼 水哦嗓的不错 那个我 为什么会是你们两个的女儿 哼哼 他是猫吗 他好像有画一个猫耶 看起来好可爱哦 我是一个 又是另外一个妹妹 他每一个都要照例来洗洗脸耶 這是哪裡好可愛喔 夢好真實的夢喔 先洗髮簾吧 他叫什麼名字他叫羅莎 羅莎莉亞的羅莎嗎 我不是在房間睡覺嗎 他左手右手拿著一個玫瑰 這就是他叫羅莎的原因嗎 他身上有沒有數字啊 依照前面的來看的話 他們身上每一個應該都有一個數字才對啊 他居然身上沒有欸 我被爸媽他們遺棄了 怎麼可能他們肯定就在附近 找到我要念念他們啊 所以他其實就只是嘴巴說說 但實際上還是很愛自己的爸媽嘛 他是五對阿 可是他剛剛身上沒有寫五耶 我知道他是第五個孩子啊 因為剛剛第四個 艾莉克直接被我們用棺材下降啊 可是他身上怎麼沒有寫啊 花園很漂亮 陽管也很大很豪華 我爸我媽咧 還有我家會認識什麼 住在這樣大房子的人嗎 我家可是窮的會限制小孩子零用錢啊 哼 那個是 這種騙小兒的話是哪個笨蛋寫的啊 有過幼稚的 那墨碑寶寨來著 就是想要讓我看這些東西 讓我害怕 然後借機吃我的豆腐嗎 那我還真想 喬喬是哪個敗類做的 你有豆腐可以吃嗎 做好準備 就去裡面把人揪出來 哈哈哈哈 呵呵呵 呵呵呵 有人在嗎 我就讓這套房子沒人住 可以隨意進去囉 吃裡囉 他是屬於那種口弦體症子的人啊 如果有人給本大小姐說愛 我有話要問 卻沒人 卻沒人 欸有門欸 開來看看 有沒有誰躲到後面好啦 他就只是一個比較傲嬌的人吧 Wiii 然後又一個下去了 哇我有個衝動 我等一下想讓他直接GG 呵呵 好沒關係等一下 我們就先讓他GG 好不好 這會來到了不得了的地方了 好暗喔 回到剛才的花園好了 至少那裡有陽光 嗯? 沒管在這喔 呵呵 唉 該說是找有心準備了嗎 媽 果然是這樣 欸 只好往前進囉 GoGoGo 羅莎 呵呵 反正我覺得這家好怪怪的欸 我覺得這家好怪怪的欸 這樣一直陷入死循環走不出去也不是辦法 本小姐可不是手無夫妻之地又可憐出的美少女 唉 就算叫我拿東西砸破牆壁 逃走也沒辦法啦 有什麼好方法呢? 希望下間房間安全點能讓我足夠思考 嗯 哼哼 女孩子看起來比我大一點 嗯 是誰 在問別人名字之前 先報上自己的名字不是基本禮儀嗎 所以你家的儀儀是可以隨便進入他人房間 欸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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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沒想到你們會嗆人的嘛 跟外表讓人感覺不一樣很有趣 本小姐就破例一次吧 我叫羅莎請多指教 請多指教 好啦我已經自報家人 那是不是該換你囉 我 呼 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看你一點喬對 雖然還有很多問題 先割下暫緩吧 呵呵呵 銀水小姐知道我是怎麼來到這的嗎 知道 你是被空間吸引進來的 吸引 所以為什麼會被吸引 這就是我無法預料的 是一種隨機性 原來是這樣啊 肯定是本大小姐太過美麗太過耀眼 所以才會被特別盯上是吧 本小姐的不信啊 不 空間是看實印的 跟一個人外貌完全沒關係 正式的 雖然我覺得我身材就天生立直 鳳華絕代 萬能緊揚 但真的下次好歹等我撐臉好不好 不 就說我不是那樣 只是臭巧 完全是剛好 啊我好罪惡喔 竟然就只是因為我太美麗就被挑上 真的很歐呢 好像沒有在聽我說話了 算了就當是那樣吧 呵呵呵呵呵呵 啊對了 引寫是這間房子的屋主嗎 為什麼要在家放那麼多危險的陷阱啊 很危險耶 好幾個差點嚇到尿褲 沒事我只是抱怨 好幾個差點掛了而已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就我立場而言 你才算是入侵我家的傢伙吧 而且我在我家裝了哪些東西還要你管啊 呵呵 似乎是那樣沒錯呢 我無言以對 呵呵呵呵呵 接著我該收些什麼好了 你都已經嗆完了 白玫瑰 我種的這些花怎麼了嗎 要說問題也是問題啦 那些玫瑰花全部 種的太漂亮的 我家是開花店的 我可以打拋票說 引雪 你種的這些品種是我看過最好的 呵呵呵 那這是最棒的稱讚了 路口那邊很多白玫瑰的花園 是引雪小姐的成果嗎 是的 是我的得意之作呢 真是太棒了 那麼漂亮的花園 第一眼看到都捨不得離開 差點讓我想要住在裡面一輩子了 呵呵呵 那你怎麼還會進來 我牌子上不是都寫了別進來嗎 呵呵呵呵 呵呵呵 欸 欸這個 那個 嗯欸 看起來沒有漂亮到 讓你停止想進來的衝動啊 我肯定還有再加強的空間 再想想好了 每次都能闖進來 我也頭很痛 雖然很想說些什麼 但我實在沒啥立場 再去說些什麼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呵呵 阿你不是很會誇獎 繼續誇啊 畢竟想著一場濃郁 但那發現就會回到原本的地方 你問嗎 再走一遍 真的假的 不是假的 而是真的 還有一些很重要的是 出去的話那些重置過了 真的假的啊 太不可思議到好像漫畫的內容耶 不吃 聽血總的突然笑起來了 突然想到你跟我之前遇到的小人孩 句子及語氣都差不多 說不定兩個會很合 喔 他長得帥嗎 算可愛型 然後年紀應該比你小 身高記的好像沒你高 他說的是埃里克 哈哈哈哈 啊那passpass 我不能接受年夏 本美少女 要也是多精帥氣 又能讓人感到安全感 至少到五歲左右的大哥哥 想像的真是具體呢 總之路上多加小心喔 對了 9月9那天有什麼事要做嗎 沒有什麼特別要做的 問什麼事要做什麼 沒事問問 啊銀雪 你怎麼在這裡 你怎麼會在這 不是跟我說遇見你的機率很低嗎 因為沒意外的話 你終究會來到出口了 所以我過來這等你了 咦 出口 就是這啦 還真沒有實感 等等 既然你說會來到出口 那為什麼當時還要說那些可能再也見不到面的話呢 再說一起走不也行嗎 有個辦過那些混帳陷阱多少也很好過些啊 你看過我顯日記對吧 還沒回答我問題耶 不過日記倒是看了怎麼了嗎 還想如何 怎麼一段時間你變成阿拔啦 感覺你形象越來越不符合你的外表呢 讚了 我也可以先回答你 但等你要回答我剛剛的問題喔 好 感覺這問題說出口就 我還是想知道 銀雪 如果你事後很生氣 我再跟你道歉耶 無所謂 你現在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不用顧忌我 銀雪你是不是騙了我啊 我指的不是你有沒有告訴我完整的事 而是 你是不是在對我說的話當中撐入了謊言 漂亮喔 這個女生 不錯喔 哇在問什麼 在今天以前銀雪跟我不認識 騙我會什麼好處啦 對吧 我 他的運鏡不錯耶 我對你說了一句謊言 哪一句 我 如果能成為朋友就好 這是騙你的 什麼意思 給我說清楚 真的是在騙我的 我對你來到這裡的人們 懷抱著某種目的 也因為如此 你才會被空間拉在這 啊對啦 剛剛我沒有按出門 所以我沒有看到那一段 能夠想到奇怪 是不是跟我印象中 剛剛的對話不太搭上 所以從一開始就知道 我不可能跟你當朋友 顏雪你殺這段話好玩嗎 因為我 聽到話的時候 真的很開心 我先來回答你剛才的問題 那個怎樣都行 我更想知道你為什麼要騙我 我為什麼無法與你同行理由是 我是懷抱著殺死我要找的人的為目的 才會不停的引誘人進來 讓他們接受死亡考驗 不知道你是否 是我要找的人 所以無法與你同行 欸 因為我要找的人在外面 我只能用這種方式 吸引空間外的人進來 然後我也不知道 對方容顏之傲 藉由觀察 跟命運 如果他們有罪 命運自然不會讓他們好過 哈哈哈哈 我都捨得超中正 你現在再跟我講這句話 他 我說人真的 他剛剛講這句話 你把自己當誰 但如果確定 對方不是我要找的人 我到時候引導他走向出口 這樣做是不對的 我知道 但我別無選擇 我無法出去到外面 就沒辦法拯救那孩子 這次劇中提到的女孩子 她怎麼了 為了讓那孩子可以有未來 所以我必須逮到準備要加害那孩子的兇手 可是銀學你這麼做 很多人未來不也就沒了嗎 我都看到了那些墳墓 應該就是在這失去的人們的墳墓 你說的一點都沒有錯 我都不知道你這麼可怕 欸等一下 我突然有個想法 該不會他們身上的編號 其實是活下來的人的編號吧 沒錯 我不是什麼好人 若我對你的觀察 你貌似也不是我要找的人 你走吧 蛤? 把這裡一切當作夢 畢竟是夢的話 遲早會把這裡的事也忘掉的 我不要 雖然這裡一切很恐怖 好幾次我都差點以為再也回不了家了 可是有段時間 我是真的很期待能夠跟你當朋友的 我說過我是騙你的 我說過我是騙你的 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在騙我 給我離開 當不成朋友也沒關係 如果贏選你 你不要再做拉人進來 這會傷害其他人 不要再做這些事 我可以乖乖離開這 我辦不到 還有你以為你算什麼 我讓你離開已經對你慈悲了 你沒資格再要求什麼 我才不是為我自己的 還不是 我怕你以後會後悔 到我這邊就收手不要再做了 可不可以 我是不可能收手的 要想阻止我 只能夠是 殺掉我 我來看看你會用什麼 你該不會用玫瑰花吧 我手上能夠撐得上武器了之後 就打火機欸 就有拿火機 不管了 先讓自己再說 對不起了 火 欸 欸 你也許很怕火嗎 不過火是怎麼那麼猛烈 打火機原來是這麼厲害的武器嗎 這樣就結束了嗎 對不起 可是我 喔 再見啦 我怎麼覺得 這很怪怪的啊 再見 你 你 他不是被分身 他是被燒掉欸 好慘喔 而且他每一個人 在離開的時候 樣子都很失落 是這樣嗎 那我不管你了 也不想在這 多待這種地方一秒 令人深厭 我 我要走了 再也不想跟你多廢神蛇了 我真的要走了 那個 如果 銀雪你現在說 你不再做那些了 不行啊 那太好了 現在有殘忍家 我不想跟你有什麼交流 最討厭你了 最討厭 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哈哈 傲嬌什麼啊 我 我 可是為了 為了利母利一個人 真的值得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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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好 human �